隨著季節進入秋冬是流感盛行之際 各縣市各里區都在忙著打流感疫苗 地委賴斯堡提到 令人擔憂的新冠也有再起趨勢 請問衛福部有沒有超前的因應措施 還有為何施打流感疫苗的民眾都拒拿快篩試劑 政府有責任告訴高風險長者 秋冬可能有新冠捲土重來 必須要預先防範 打完疫苗之後他就發兩核快篩劑 發兩核快篩劑 為什麼庫存沒有人要 我就在立法院質詢了王必勝 他對外說那時候一年多以前 一年以前 他說快篩劑生一億三千萬劑 有效期間一兩年 現在眼看 你就發現到我在現場就看了 多少的長者 因為現在是長者打工費疫苗 流感疫苗 多少的長者打完就走了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這不要 不然拍三紀啊 我們真的 捏一把汗 很擔心 現在COVID 好像又起來了 我們剛才因為總委員有提到的 美國啊 現在開始很多地方一開始要掛口罩 台灣現在當然都一直解封了 一直解封 可是我不知道 衛福部 他對於 COVID在一起 他的因應在哪裡 我們看不到 看不到 你不告訴我的 最明顯的 為什麼打完流感疫苗 這麼多民眾 不領快篩劑 這麼多的快篩劑 要發給民眾 國民黨團召開記者會 提醒衛福部要把重點放在疫情防範工作上 盤點現有國內醫療量能 從源頭發現疫情並阻斷 還有改善醫護人員待遇 降低戶病比 我們的醫護人員 的樓梯 出單戶病太重 以美國 你可以看喔 手術是戶病比1比1 然後AAS到 精神科1比6 美國的標準 我們不是什麼就跟美國一樣嗎 我們的 醫師公會 的訴求 他希望醫學中心的 白班 1比5 小月班 8比10 大月班 1比11 區域 醫學中心 1比7 1比10 1比12.8 真的 那麼 醫護人員其實 基層的護理人員非常的辛苦 他們要的不多 第一個 大約要提高啊 護理人員現在你可以看一下 練護士 混護校畢業的 有多少比例去充施福利工作 我所了解的大概五六成 其他都不是啊 我們護理人員強力的不足 結果 他的工作負擔有這麼的重 中重症 低估每日兩百人 累計每週將高達一千四百人 你這都會影響我們的醫療量 會暫床啊 他的治療 這個 虽然現在已經大家打了疫苗 好像就不是重症比例不是那麼高了 但是 如果高峰期來的時候 他還是有一定的比例會有重重症 就會去佔了我們的醫療量 所以到時候流感又吸起來 那其他的慢性病重症 都會受到這個量能 這個萎縮 被佔用的影響 這個是疾管署給我們的資料 好 運沽啊 他的高峰期 會在一月份 現在進入十一月 然後開始進入高峰期 目前的狀態在這裡 然後就慢慢進入高峰期 最高的時候會到一月份 所以要預做準備 雖然現在正在選舉 但是你 衛福部 你不在選舉 你要來做這些準備 你準備好了嗎 已經過期的這些快篩 那有沒有新的快篩 新的EUA的快篩 這些都是 是 餵不付 你要預做準備 進入高峰期之後 那你染疫的這些COVID染疫的人 他的重症比還是比流感高 所以一定要把它分辨出來 而不是隨便的就是 他就當作感冒在治療 但是他的重症比是不一樣的 你拿回吃了藥回家 結果產生重重症 再去占用醫療量 所以你要一開始就能夠把它分辨出來 在這邊我也提供了資料 在美國最近他們也是因為疫情有上升的趨勢 所以也已經有一些新的作為 等一下我們其他委員會補充 我最後要講 在美國已經有研發出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新的快篩 叫做二合一快篩 他變了之後 就可以把流感 跟COVID 馬上就分辨出來 二合一快篩 所以 一源頭就把它分流了 你是流感 就流感的治療療程 那COVID有治療療程 二合一快篩 這個美國已經有 EUA了 當然也是EUA的 所以衛福部不要再睡了 不要跟著選舉的腳步 應該要在疫情高峰前趕快做好 預先做的準備 國民黨團副屬記長吳怡丁也表示 衛福部是不是該獎勵 補助醫療運所 開始進行先期篩檢 先期投藥 即補助輕症通報 照護追蹤 減輕中重症醫療需求 避免排擠現有的醫療資源 記者問句台北報導